近日 周玉民夫妇横见铜框大秀恩爱 瞬间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 周玉民妻子郁红渊 在个人社交账号上晒出一组亮照迎圣诞 并配文称圣诞快乐 开心的12月祝大家平静安好的收尾这一年 感恩发生的一切 让我们在经验中得到成长 话的结束 好的开始 曝光的照片中 郁红渊站在圣诞树前 嘟着小嘴巴 比出剪刀手卖萌 可爱极了 已经生了孩子的他皮肤仍白皙 五官立体精致 美貌出众 少女感非常浓 其中一张照片周玉民也露面了 夫妻俩互相依偎在一起 画面十分甜蜜 从郁红渊的文字可以发现 这次秀恩爱是周玉民自己主动要求的 郁红渊还爆料 老公周玉民身上穿的衣服和帽子 已经穿了十年 事实上 周玉民是娱乐圈出了名的接见王 不用工作的时候经常穿旧衣 他过去采访时表示 因为自己是乡下小孩 家里人都很朴实 所以他不喜欢名牌 对于亲人 女友 他也不会送奢侈品作为礼物 所幸 身为妻子的郁红渊很理解他 两人结婚多年 生活一直很简单低调 不愤过分追求奢侈 现年41岁的周玉民入行已经很多年了 凭借着爱港敬业的精神 他的演出邀约不断 发展顺利 相照于视野 他的感情路走得比较曲折 认识郁红渊之前 有过多段失败的恋情 其中最出名的一段情 便是与大S的姐弟恋 拍摄《匹籍英雄》的时候 周玉民认识了同为演员的郁红渊 郁红渊不仅长得漂亮 性格还很温柔善良 让他深深陷入了爱情之中 两人低调交往数年后 于2015年决定冬季结婚 婚后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 为了保护妻女不被外界骚扰 这些年来她极少与妻女公开同框 有时候被记者拍到一家人出门游玩 她都会礼貌上前 要求记者帮女儿的样貌打马 周玉民本身就很喜欢小孩 曾扬言要生很多很多小孩 不过 在养育女儿的过程中 她发现女儿性格敏感脆弱 很需要人陪伴 夫妻俩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在女儿身上 为了让女儿能健健康康成长 她最终选择放弃生儿胎 不得不说她真的是一个很负责任的爸爸 最后 祝周玉民一家人在未来的日子里 继续相亲相爱 幸福快乐 20年前的一部流星花园 火遍全亚洲 里面的主角F4根山菜也是人气爆棚 而其中 宅在周玉民是当中最火的一位 长相英俊 又有暖男气质 成为大众心目中的男神 而后来又与大S谈起了恋爱 更是活上家伙 力压其他几位F4成员 2015年 周玉民与台湾女艺人郁红渊结婚 两人婚后育有一个女儿 三口之家低调而幸福 也从不公开秀恩爱撒狗粮 与前女友大S的风格是完全不同 6月9日 是周玉民41岁的生日 老婆郁红渊却横剑秀起了恩爱 为老公送生日祝福 惹得粉丝也躁动了起来 今天彩彩生日 她也是早早在社交平台 晒出两张与生日蛋糕的合照 只见她理了一头绿瘦的短发 看起来更加帅气 还配文 简单平凡的幸福 很开心自在 欢乐喜悦的氛围很温暖富足 见状 老婆郁红渊也是难得公开撒狗粮 晒出一张宰宰周玉民的背影照 并配文 孩子的爸爸 我的战友 每天健康又开心 保持你的幽默 乐观面对享受生活 还表示 她穿蓝色衣服很可爱耶 更是号召网友去周玉民留言 这个老婆算是合格了 周玉民与郁红渊两人都比较低调 没有像其他明星那么疯疯活活 这段时间 宰宰共事在去年新作逆局上线后 就没有怎么公开露面过 可能跟疫情有关 但这也是她的性格使然 夫妻俩也来到了婚姻的七年之影 女儿都已经六岁了 这几年时不时有传出F4重剧的消息 但是偶尔能见到其他几位上节目谈到此事 但是周玉民却不接这个查 也很少跟那几位合体或是公开一起上节目 看样子并不留恋以前的那些事 前不久是周玉民太太余红渊的35岁生日 她在社交网发布庆生照时 罕见公刊夫妻合影 并透露照片由六岁女儿拍摄 于红渊生日当天 与政府周玉民及女儿一同外出吃饭庆祝 从照片可见 他们夫妻俩都穿深色休闲服 品味相当一致 两人置身餐厅包间 身旁是一张大圆桌 网友猜测现场应该还有双方亲友 由于拍摄照片的人是女儿 周玉民夫妇表现得非常调皮 郁红渊手舞足的露出开心笑容 宅宅站在妻子后面 仰起头故作生辰 郁红渊透露 女儿帮忙拍了不少照片 但只有公开的这张可以看 她还加了一个哭笑不得的表情 似乎相当无奈 另一组亲生照中 背景墙上贴着Happy Boots Dad的字幕气球 郁红渊开心表示 生日庆祝完毕 谢谢大家的祝福 她也许下心胸开阔 迎刃而解越来越好的生日愿望 应该是盼望着自己 无端卷入的诈骗官司早日落幕 周玉民出名低调 她跟女性郁红渊从恋爱到结婚都十分隐秘 包括两人的婚纱照 也是婚后好几年才曝光 为了配合在在 郁红渊成为其女友后就没有拍戏 安心做周玉民背后的女人 当年凭流星花云花子泪一决走红的周玉民 曾因不适应娱乐圈生活而陷入抑郁 幸得当时女友大S陪伴才走出低谷 大仔练谈得红红烈烈烈 但恋情却因女强男弱以及价值观不同而结束 持续不到30个月之后 仔绽跟郁红渊通过拍戏结缘 两人在2015年承认恋情并公布结婚戏讯 婚后 周玉民将收入交给郁红渊管理 但郁红渊却遭大学闺蜜诈骗 损失将近800万元人民币 目前案件由法院审理中 郁红渊在2018年亲信闺蜜冯瑶华 买下高额储蓄保险 但却遭对方账聘高达800万元人民币 最后周玉民夫妇发现被骗 马上报案处理 原来 冯瑶华让郁红渊购买6年期的储蓄型保险 每期金额约160万元人民币 郁红渊直接将钱交到对方手上 直到2021年9月 郁红渊收到保险催缴信 才发现冯瑶华根本没有将钱交到公司 对于太太被骗 周玉民并没有责怪对方 而冯瑶华根本就是一个诈骗惯犯 身边亲友都被他坑过 宅渊认为房不胜房 周玉民跟郁红渊婚后爱的甜蜜 不用拍戏的时候 宅渊会陪伴亲女 曾有媒体拍到他们一家三口 到动物园的照片非常温馨 外界一直以为 郁红渊会生二胎 但周玉民透露 女儿的个性比较敏感 是个相对脆弱的孩子 需要父母花更多时间去陪伴 所以她希望用满满的爱 把她养育长大 没有打算生二胎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赞订阅转发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